美国众议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表决通过强制TikTok产权一手的议案 否则该程序将在美国市场被禁 众议院曾于3月13日表决 让字节跳动在大约6个月内剥离这个美国短视频应用的资产 否则就面临禁止 最新通过的议案急于9个月的期限 如果总统拜登决定对其出售的进展 就可能再延长三个月 参院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对此表决 拜登之前说他将签署立法 对此TikTok发表声明表示 如果这一法案完成立法 他很可能要求美国法院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 因为这剥夺了1.7亿美国用户 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 洛杉矶至拉斯维加斯的Bretline West高速铁路 于4月22日举行动工仪式 代表第一条美国高铁 渴望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前完工 这段斥资120亿美元的高铁路线 受惠于拜登总统的跨党派基础建设法提供的30亿美元联邦资金 总长约350公里 时速最高可达近300公里 超越美国现行所有铁路单程仅需约2小时10分 届时每45分钟就有一班车从位于堵城大道以南的拉斯维加斯车站 开往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移动约64公里的库卡蒙格牧场的南加州车站 该路段有高铁可搭或许有助于更多人往返南加州与拉斯维加斯 Bretline West的估计要是没有高铁 该路段的高铁客中有75%会改为开车 15%改搭机其他人直接放弃出门 在销量下滑的窘境下 特斯拉4月22日再次祭出降价大招 宣布在美国中国和欧洲等主要市场下调多款车型价格 在德国 特斯拉公司将其猫斗三后轮驱动版的价格 从2月份以来的42,990欧元下调至40,990欧元 特斯拉中国4月21日宣布 对中国市场在售的特斯拉全系车型进行降价 此外 特斯拉将于4月23日收市后公布业绩 据综合分析师资料 市场预期 特斯拉一季度收入跌4%至223亿美元 纯利跌42%至14.7亿美元 毛利率由19.3%跌至16.5% 市场预期比亚迪首季的毛利率约为21%